中國大陸今天這個 這筆大訂單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掉到歐盟去 美國媒體也動得很快 你知道美國是這樣 拿不到訂單 我就開始抹黑你 他說空八是大陸的軍工複合體 這個就有點鬼扯 但是當然空八其實很早以前 剛剛靖平也講過了 就是他很早以前 就在大陸設廠 而且一直跟大陸的零件 相關配合的合作關係 所以對大陸來講 他選擇空八 本來就是一個 相對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對他自己的航空產業發展 也是有相對的幫助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其實從這一次 俄乌戰爭的時候 我們看見了 歐盟這些國家 雖然跟著美國屁股後面走 可是他們其實已經慢慢慢慢覺得 再跟美國這樣 硬跟俄羅斯對干下去的話 其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所以他們中間 是出現分歧的狀況 他們如果在這個地方 會出現分歧 同樣他們未來跟隨著美國 一直不斷的去抵制 中國大陸的腳步 也可能會產生分歧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 不管你從政治上也好 不管你從戰略上也好 不管你從經濟上也好 他選擇空八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更何況波音 你自己最近這幾年出事出那麼多 全世界對你都有疑慮 所以我覺得不管從哪一個方面 他選空八才是比較正常 選波音才是比較奇怪 像我們台灣是因為 被美國爸爸壓在那邊 所以你不得不選他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可是我必須講 其實這張單子沒有拿到 波音其實現在 真的陷入非常大的危機 為什麼 因為波音現在 他本來有兩大 一個是軍武方面的 另外一個是民航方面的 民航方面他這幾年市場 一直在萎縮中 因為空中巴士工程掠地 然後大陸也正在發展 自己的航空產業 他的C919 C929 都在陸續發展當中 他其實已經感到很大的威脅 然後他的軍武方面抱歉 在美國新一代的F22 F35 都是洛克希德馬丁的 都不是波音的 所以波音在軍武方面 他現在除了一個F15EX 還可以大概在下一世代 還可以多造幾架之外 其他的幾乎全部都沒有了 等於你美國人 自己都不買他的東西 那在這種狀況下 波音等於不管是在軍用 跟民用方面他都吃別 那波音是一個 非常巨大的一個公司 他如果這樣子 在兩邊都拿不到訂單的話 他很顯然就會 影響到他未來的營運狀況 所以我覺得對波音來講 他的危機已經開始出現 那對Airbus來講的話 他拿到這張單之後 當然能夠更擴展他的版圖 那可是對大陸自己來說 他拿到空中 他去買了空中巴士之後 他跟空中巴士集團的結合更深 其實對他未來自產 自己國產的飛機 其實也是有相關的注意 因為他們之間是有一些 零件互相共通 互相產製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世界的局勢 因為你美國人不能老是說 我今天不但要指責你 我隨時要制裁你 而且你還要買我的東西 我覺得美國過去是世界霸主的時候 你這樣講是OK的 因為大家就算心裡頭不爽 可是敢怒而不敢言 打不過你知道買你的東西 可是現在你的東西 在市場上第一個沒有獨佔性 你美國的威力 在全世界的控制力 沒有強到像過去這樣子 人家為什麼要買你的帳 反過來講大家有沒有想過 連世界霸主美國現在的控制力 都如此之差 他也不能夠說我一邊罵你 一邊叫你買我的東西 我們台灣人為什麼覺得 我們可以一邊罵人一邊叫 人家買我的東西 這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嗎 所以我真的看看 整個世界的發展 想想台灣自己 我們很多決策 真的有修正的必要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韓劇看久了 那個壞人會出什麼招 你大概會知道對不對 八點檔看久了你會知道 美國的抗中牌看久了 他們的劇情SOP發展 你是否也跟上我們的腳步了 首先就是開始拿不到你訂單 我就罵你不好 美國媒體動得很快 馬上的 我們先來看 分析人士說 這筆訂單是中國發的信號 對波音公司是極大的傷害 美國的航太分析師告訴大家 中國正在為捲土蟲來做準備 很明顯美國處於劣勢 中國的封城 雖然導致他們的經濟 人民一段時間受到了衝擊 但是口袋還是夠深的 372.57億美元 就這樣給了空八 美國媒體Politico馬上出來說 有報告稱歐盟空八跟中國的 軍工聯合體有深厚的聯繫 是否是在抹黑空八 我相信美國媒體現在出來帶風向 反正這筆電單我死活已經拿不到了 好 但是接下來還有單 但是我想問大使 波音這麼大的公司 他一定早就知道 大陸訂單要給誰 他一定有私底下去喬過 是怎麼喬都喬不動 對 其實波音對大陸 波音這個公司來講 對大陸非常友善 波音對大陸是友善的 所以是被拜登害到了 對 完全被拜登害到 在美國過去 歷次對大陸做制裁的時候 在國會的辯論裡面 站出來替大陸辯護的 波音絕對是站在中間 過去我看過 比如說美國就說在克林頓的時候 說要是不是給大陸 最惠國待遇 那繼續給還是取消 國會在辯論 然後正反兩方 叫那些廠商代表 我記得波音 摩托羅拉 好幾個公司都出來 都出來勸美國政府不要這樣幹 就是替大陸這個講話 其實波音事實上的話 美國國會裡面有所謂的 這個中國小組 China Caucus 這裡面主要的成員 都是西雅圖的參眾議員 聯邦眾議員 好幾位 那他們為什麼要出來 波音叫他出來 這個China Caucus 就是幫大陸做聯繫 就是說等於說幫大陸忙的 我們台灣不是在美國國會有 台灣 Caucus嗎 台灣小組 是一樣的 其實波音過去移植 在勸美國政府 不要跟大陸為敵 因為他知道到最後 每一次到了買飛機的時候 中國大陸一定會政治考量 而且不只是中國大陸政策 每一個國家在買這種大型採購的時候 這後面一定有政治考量 所以其實波音真的是 被他美國政府的政策給害了 他很想做這個生意 他也知道這個生意 真的丟掉的話 對他影響太大了 他拿不到這些生意292架 三百多億 多少的這個 第一個能夠賺多少錢 第二個有多少的員工 可以就業 而且這個就業一下去 那個contract就是五年了 工程師 所有的這些高級技術工人 都找到工作了 上萬的家庭就解決溫飽了 波音一向是這樣看 可是問題就是美國政府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你看波音的講話的話 波音其實講話太大了 他也沒有把這個東西 他只說令人失望 那麼他希望怎麼樣 美中之間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 他也沒有把這個問題 丟給大陸 跟美國政府一樣 政客一樣 就開始 開始怎麼樣 開始叫 開始叫 他就說你不買我還不賣 你想波音敢講這種話嗎 對不對 可是 對 可是對美國來講的話 這樣子一個大訂單 對美國的政治人物 會反映在年底拜登的選票上面 對 有道理 我一間波音公司我沒賺錢 那你要政治現金 你會覺得我從哪裡來 那比訂單你沒有給我拿到 因為美國人還是很實際的 他老百姓還覺得你政府 你要幫我賺錢 你幫我的生意搞砸了 我就讓你政府 我要讓你政府難看 美國人是這樣 美國人是從立即開始的 所以這個事實上 大陸也很瞭解美國的社會特性 他運用波音 事實上也給拜登的政府 將了一軍 當然就是說 美國的政治媒體 他就要拿來帶風向 他特別說什麼 空中巴士與中國的軍工複合體 也有著連身後的關係 其實航空業 都跟軍工業是切不開的 不是大陸的航空業 沒有辦法跟軍火工業 波音本身就在製造戰鬥機 空中巴士也是 P-8A跟P-3C 都是從波音的737-800 以他為主體基本的 然後去改裝 波音是美國前五大軍火 所以波音本身也是軍工複合體 他也跟洛馬公司有合作 美國 歐洲空中巴士 他另外一面也在生產 軍用的飛機 各國都這樣 你不可能飛機 我專做民用的 我專做軍用 沒有 飛機就是一個載體 然後你上面要把它變成戰鬥性的 還是民間 它是共通性 你不合經濟原則 去把它切開的 所以空巴也是生產很多軍用飛機 所以這個美國的 美國這種指控的話 是不合邏輯的 就是騙不懂這個產業的人 就這樣亂做 不過基本上我覺得就是說 你會看到 大陸大概對美國的感覺就是說 兵來將當水來土豔 就明著幹了 也就是說 你把我的華為搞得這樣子 對不起 我就拿你的 拿你的波音開刀 他這個東西基本上是 我是對你採購 並不是說把在中國大陸的投資 美國廠商拿出來記旗 他今天記的旗 今天記誰 記波音 波音的話 你美國政府改的話 大陸後續下一批 可能又是292家 很可能再考慮波音 所以我是覺得 反正就是說 對大陸來講的話 他對抗美國有兩大優勢 第一個 市場優勢 市場大 哪一個地方能夠一次 給你買個200多架 中國大陸200多架 放到中國大陸那麼大一個地方 還不夠用 真的還不夠用 過了三年又要200多架 所以生意隨時都有 然後口袋又深 有的國家大買不起 有什麼用 中國大陸口袋深 300億算什麼 370幾億算什麼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現在美國將來跟中國大陸 做這種各方面鬥爭的時候 對抗的時候 他會慢慢發掘到 中國大陸的這種反擊的能力 力道也會讓美國 承受很大的壓力 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污化器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